有个听众跟我们讲说呢 他现在很想买房子 现在不是房子很火热吗 终于找到这个房子 他想要买下来 结果呢 房子已经做了这个估价了 这个估价的这个appraisal report 就是估价表 一直都没有出来 那他贷款公司说 你如果没有出来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放款给你 没有办法帮你 把这个贷款给他放下来 那现在他想要问一下专家 那该怎么办呢 因为他不放下来的话 如果拖延到这个卖家 就是export不close 卖家每一天会罚他120块钱 那他问说 那这个这样拖下去该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方法做解决呢 贷款银行一定要等到这个 这个估价单出来才能够给他吗 一天120块钱这个东西 他已经先紧张着 应该要怎么样解决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口号小天使 为大家找到的 就是我们资深贷款专家 曼妮卡毛 请她来帮我们做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解决方法 曼妮卡你好 你好你好 小米好大家好 这正常吧 它是估价报告一直 很久了没有拿到 是吧 是 是这样子 估价的话呢 是Lander直接去跟那个 Appraisal Order的中心去Order的 那最近可能也是因为市场买气热落 所以他们那个就是估价Center去Assign给那些Appraisal 可是那些Appraisal可能最近都是Full Schedule 很忙 好 那也有可能就是接到Order以后 Appraisal打去电话 跟那个买房嘛 跟Listing A顶去约时间 好 那可能大家的Schedule都Match不了 会比较Delay 那做完报告 就是做完那个Site的那个检查回去以后呢 估价是可能又是很忙 可能要拖差不多多的现在一个礼拜之后 它才会Ready它的那个估价报告 好 那有些如果说是出租房啊 或者是Condo这些Property的类型的呢 可能那个估价是要更多一点时间去Search那些Coms Support 还有一些HOA的情况 它需要把它Find out放在它的那个报告上面 可能这些各种的因素吧 就造成它的Report的Delay 那像它这种情况 如果说估价报告没有收到的话 银行确实是没有办法放款Closing的 尽管它的贷款已经批准了 那些要补充的材料都已经齐全了 可是银行还是不能Find outClosing的 因为没有估价报告出来 当然它的Ren出来的Approove那个Deal的Message 说是必须要估价的情况下 那Lander是一定需要拿到估价报告 也就是说估价报告一定要出来 然后support它这个Value之后 Lander才会进行Closing放款的动作 那它现在如果说有那个Seller如果往Closing 要charge它的Predium是吧 是120 对这个真的是荷包荷包会损失 对于那个Buyer来讲 那现在就是能够做的 我建议说第一个呢 就是去联系那个Listing Agent 就是客人打电话进来这个朋友 他联系他的Listing Agent 因为在Approove跟Listing Agent 约时间的时候呢 我相信Listing Agent会提供 会拿到那个assigned顾价师的联络方式 那Listing Agent可能会去跟顾价师联系一下 推一下你什么情况 我们能做什么 或者说能不能请你快点 我们非常急啊怎样的 那Selling Agent也是可以去联络顾价师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呢就是直接让他的Lander 去催那个顾价中心 打电话进去跟他们讲我们的situation 我们现在是非常的紧急或者怎么样子 他们可能也会去催顾价师会帮忙的 那对还有的话呢就是反正看看吧 自己如果说能把一些那个com support 自己找多一点东西 直接看看能不能让Listing Agent给到顾价师 等于是说你是不是缺这些 你没有时间找啊 我们自己就帮你找了 你看一下怎样 反正就是各方面自己看看能做的 这样的话呢 还是有可能尽快的把那个报告吹出来 就要引口紧 这个perdium的话呢 你如果说这种情况 那你跟Listing Agent也去商量 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 是造成的closing的funding的delay 那可能这个perdium的charge也会有改变 也会调整 嗯 现在果真是这个特殊时期哦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贷款的话 一定要找对这个有经验的贷款专家 要不然的话自己还要补充这些资料 怎么知道怎么弄呢 而且可能会越帮越忙越描越黑哦 所以像刚刚这样的这个解决方法啊 提供给出来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参考一下 赶快找你的贷款专家以及Listing Agent 还有你自己的agent商量一下什么要去对付 才能够把这个120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哦 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Monica毛